那時候地層整個下線 整個地層下線 不知道是施工沒施工 或者是怎樣 車主半夜要回家 倒車入庫 白車休旅車左前輪卡在洞口 洞潭不得 板金嚴重凹陷 就整個車輪就卡在這裡面 事發在25號凌晨1點多 張姓車主開車回到安樂區 樂立三街住家 在家門口倒車 準備進車庫停車 結果地面突然下線 出現一個洞 導致左前輪卡在洞裡 讓車主心痛的是 這輛車剛簽回家的新車 車損的話 大概至少要4到5萬 而且甚至就是說 還沒拖到維修廠 然後甚至還有其他損害 我們還不知道 光現在看到的就是5萬 發生這個問題的話 主要有安全問題 而且說現在這個車庫 有兩個車位 現在也沒辦法停 所以我們請 就是說相關單位 可不可以配合一下 說來釐清這個責任 車主和當地里長都懷疑 9月初的時候 有電信公司來附近施工管線 開挖路面 原本鐵鍋蓋上有先鋪上薄油 疑是因為施工期間 重車來回碾壓 可能因此導致下線 施工在這裡 我覺得奇怪 應該不會是這邊 可是當時 9月6號施工完以後 我們的住戶就有發現 就在這個位置 差不多這麼大的大小 跟旁邊釐清的落差 有將近10公分 因為我們小孩子在那邊走路 會經過這邊異常的凹陷一個洞 住戶是懷疑說是 鋪前一陣子在鋪 鋪車薄油 路面破損還是電信公司 來鋪薄油 我合理的說應該就是因為 他們有外包做光纖的工程 重車在這邊 我請廠商來到這邊 大家一起來看看 到底怎麼回事 不過電信單位的承包商 卻到場喊冤 強調下線地點 並非道路範圍 屬於私人土地和工程無關 是我們來施工沒有錯 但是已經過了20幾天了 所以你們之前 有發現它有下線 稍微像這種 這種他們住戶有叫我補 我就幫他補 叫我幫他補 上面也是有 那個也是住戶 旁邊 科長旁邊那個也是住戶 他也叫我上面幫他補 我說補我可以幫你補 而且叫我幫他鋪到裡面去 我說好 那我衣服上 我幫你鋪沒關心 但是現在 坑洞一下去 我現在不敢 重車也不敢進去了 我怎麼不 拋出機上去垮了 我怎麼辦 由一下線的坑洞 升達50公分以上 安全有顧忌 勝府河川水稻科也到場 建議先將坑洞補起來 後續責任歸屬 建議包商再與車主進行釐清 確實有一個立即危險的狀況 那我們會研議立即來做一個 協調 然後做後續的一個維修跟搶修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調查出來 這個排水系統 屬於當初建倉蓋的一個社群 這個就住戶所有的一個排水系統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住戶 針對後續這一段的 這個排水的系統的結構部分 還是要三進維護的一個責任 為了車安全的問題 要先進來先把它修護好 事後我們中華電信的廠商 要來我們這條路全面跑鋪 以及我們所有的住戶門口 全部鋪設鋪油 讓我們能夠更安全 另外這個後續賠償的問題 將因為還在協調當中 幸好這回只是破洞 只有車子受損人沒有大礙 有關車子毀損賠償 電信單位的包商也釋出了善意 將和車主進行協調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